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二十五集 敌人节整漠然沉思 忽听背后有人呼唤 弟兄别来无恙 回头官桥 见不远处走来一人 由五巡上下 瘦削枯干 其貌不扬 三脚眼高颧骨 塌鼻梁 山风耳薄嘴唇 三缕嘻嘻疏疏的山羊胡子 穿一身半旧的粗布衣 正笑呵呵地朝他拱手 敌人节一见甚喜 跳下马抱拳还礼 臣宰贤 哎 九日日明千万目提 如今 我已改名园中 那人连连摆手 人不可貌相 莫看这位不一之事 相貌猥琐 却也曾是明镇朝野的人物 他早年以三篇军务奏章打动圣心 从一界剑声直接进入官场 担任监察御史之时 以道制道 不动一兵一卒完成迁都 还曾随军征战 运筹帷幄 以火攻之际 大败起兵反武的徐敬业 此人便是齐谋之事 魏真仔 因扫平叛乱 功勋卓著 魏真仔一度晋升洛阳县令 成为举朝瞩目的官场明星 可是没过两年 便因桀骜不驯 得罪权贵 遭酷力诬陷下狱 原本被判为死刑 那只临行之际 武诏突然前世降旨 改为流放 魏真仔逃过一劫流放岭南 后因改朝换代 毕女皇之母杨真之慧 改名魏元忠 经他提醒 敌人杰这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忌讳 连忙改口 哦 元忠贤弟 见笑了 魏元忠扑之一乐 凑到他耳边细许说道 不瞒你说呀 我也三天两头说错话 这换一轮天日还真不适应啊 不过呢 救命呢 确实该改 真宰二字不吉利 上次侥幸陪罚场 谁知下次还能不能幸免呢 真宰真宰 弄不好啊 就真给宰咯 哎呀 贤弟还是老样子啊 一点都没变 上了一次刑场不过瘾 还想有下次吗 哦 你怎贵来京 莫非 已被赦免吗 敌人杰笑着说道 正是啊 魏元忠从怀中掏出一份文书 朝廷又想起我这流途了 一直照令发至岭南 调我火速回朝 可能要再受官职 这一路遇到了新鲜事不少 看来 圣上友谊 肃清励志 拨乱反正 要大干一成了 当今圣上 提起这四个字 敌人杰胸中五位杂臣 半年前那个女人还是太后 但是现在却成了九五之尊 作为大唐之臣 转而侍奉这位篡夺设计的女皇 这是否有失结议呢 但是 凭心而论 这位女皇 又何尝不是明智之人呢 回溯先前的风风雨雨 显赫一时的王本利 掌光府最终都被杀了 丘神既富游义这样的小人 也即将人头落地 反倒是他和魏元忠这样 性情不好的人 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 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想至此 敌人杰凯探 苦丧之天风 海水之天寒 无论如何 闲者尽 卓者处 我辈又有了用武之地 且以四海苍生为念 上求既是安民 下求 无愧于心吧 话未说完 又听一阵喧闹 原来啊 行刑的尸身一道 柜子手持刀登台 百姓们也争着往前拥 嘈杂声中 奸行官员 也出现在围官之人面前 这位奸展官 方于不惑之年 却身穿三品的紫色巢服 头戴亲王的远游官 中等身材 相貌端正 颇具儒雅气质 莫说敌人杰 未缘终了 连许多百姓也认得 他呀 便是女皇之侄 春官尚书 梁王五三四 敌人杰一件事 他不禁小声嘀咕 圣上也知秋夫二人民怨甚深 故意让自己的侄子兼斩 欲输武士之声望 妖买民心啊 果不其然 五三四并不急于传令 而是开始一场动情的演说 我大洲立国一时 本当慎行杀戮 然则秋神纪赴游义 窥似神器 备乱朝廷 况曾荼毒离民 妄害无辜 如此行迹 万难姑息 今日 我奉圣上旨意 为万民诸二贼 为社稷除二赌 日后 唐有不整之徒 败坏朝纲 欺压百姓 便与此二贼 一样的下场 这番话慷慨极昂 老百姓们听了大为振奋 不住地欢呼 皇上英明 皇上万岁 五三四也不禁手撵胡须 欣然微笑 这话说得确实漂亮 但是呢 冤沙 无辜 殃及百姓的事 他们五家子弟 何尝没参与啊 实事求是的讲 丘神祭赋游义 不过是马前足罢了 但是现在 却把所有的罪过 都扣在他们二人头上 而此刻 二人的嘴巴 已经被堵得严严实实 根本说不出话来 况且 经过酷刑拷打 他们早已经是奄奄一息 死亡反而是解脱 哪里还有心辩解呢 只是茫然贪软在那里 等着砍脑袋 魏元忠眼见此景 不禁想起两年前 自己陪伐厂的经历 当初同时被设的 还有郭正一 张楚金 袁万寝 悉乎 郭张二人年迈 先后病逝在岭南 袁万寝 更是莫名其妙地 死在了流放途中 唯独他一个人熬了过来 此刻 见金一息 顿生吐死湖杯之感 连忙把头扭开 怅然叹道 唉 抛开中间是非 好歹同朝一场 咱们别砍了 离开都庭 结伴而行 敌人杰没带几个仆从 魏元忠蒙社 而回只有一计 说短道长 走得很慢 将近一个时辰 才入都城 洛阳城 还是那座洛阳城 但是他已经有 礼堂的东都 变为武洲的神都 更添了几座引人注目的建筑 除了明堂 和正在建造中的天堂 城东迎建了武士宗庙 祭祀严祖 成皇帝武克己 宿祖 张敬皇帝武居长 列祖 昭安皇帝武俭 贤祖 文牧皇帝武华 太祖孝明高皇帝 武士约等五代先祖 以及周文王 成书姬武 武照宣称他们武水文士 是上古周氏后裔 周平王之子姬武之后 故而也将他们建筑供奉 并列武士七庙 而长安礼堂宗庙虽然没有拆除 却降为享德庙 只保留李渊 李世民 李治的祭祀 其他李氏先祖的灵位 进阶被撤销 武照甚至还想推翻 随堂以来的周县制 改周为郡 但是重新界定地域过于繁琐 有人提出 周县的周 与国号大周的周同音 大周建立 反而废周 乃不祥之举 于是此意作罢 另外 武照以佛立国 宣称自己是弥勒转世 继而一时 便下诏称 自今以后 侍教一在道法之上 自服处皇冠之前 恕得道 有时已归一 其群生已回向 就此改变了李唐宗教政令 佛教地位高于道家 所以朝廷 对秦岚惊涉也很重视 洛阳的大福仙寺 佛寿祭 白马寺 林旨寺等庙宇 都有所扩建 香烟缭绕 气象一新 狄人结位园中离京数载 目睹这一切 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不知不觉 日至中天 二人不敢再耽搁 来到了狄院 存了马匹行李 还没来得及吃饭 便先去皇宫 受诏入朝 自然先要觐见皇帝 但是 在此之前 要到天官报到 等候安排 两人堪堪行至天津桥畔 呼闻提升大作 有一只马队 自则天门涌出 二人还以为 碰上女皇出巡呢 忙退至路旁 怎料一打量 哪是御林军呢 骑在马上的 尽是和尚 虽说是出家人 但是这帮和尚 个个是舔胸蝶肚 五大三粗 俨然侍卫的模样 正当中 有匹通体雪白的宝马良居 其上端坐一位年轻的僧人 斜皮紫色袈裟 腰气香玉宝带 连手里边的缰绳 都是金线编的 面上官 天庭宝满 地阁方圆 相貌英俊 威有求然 一脸傲然之态 敌人杰愤然醋眉 竟是这银僧 离经数年 没想到这小子 恃宠跋扈 更甚往昔啊 魏元忠 唯恐敌人杰 一时愤怒 惹出麻烦 连忙提醒道 此乃玉师 摸不得 古往今来再英明的皇帝 也未免有格外宠信之人 臣子将这等人 比你为皇上身上的狮子 虽然厌恶 但却不敢碰触 况且 当今皇帝乃一女子 那更是不敢随便摸的 这位僧人 法名怀疑 据他自己宣称 俗家 是河东薛氏 表面上是和尚 其实 是女皇的面首 不过 女皇显然不仅将其视作为男宠 还给予他许多重任 先是修建名堂 继而炮制大云经书 甚至还曾统军征讨突厥 打了一场兵不血刃的胜仗 因为这些功劳 他跻身大洲的开国功臣 地位扶摇直上 如今不仅是白马寺的住持 还官封右卫大将军 绝封恶国公 加受郑二贫 辅国大将军的头衔 遥想当年怀疑 刚刚蒙受天恩之时 因为从正门入宫 被宰相苏良寺撞见 被狠狠责打一顿 而以他现亲之士派 出入宫廷无所禁忌 连五成寺 五幽宁之位 也要让他三分 满朝文武 谁还再敢阻拦呢 敌人节位元忠 虽然都是性情中人 遇见这个和尚 也只能隐忍 身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谁叫人家有后宫之宠呢 龙马奔腾 耀武扬威 怀疑趾高气昂 挥边持过 竟然没把往来官员 放在眼里 他手下那帮僧人 也都忽假忽微 数十匹马的铁蹄 踏在桥上 隆隆震耳 那声音 借着落水 传得极远 回荡许久 才渐渐散去 敌尾二公 回望怀疑背影 接探半赏 才过桥入宫 与长安的蓬莱宫不同 太初宫的三省官崖 并不在朝堂左右 而是设立在 宫城的西南角 虽说觐见远了点 但是官吏往来办事 不会遇见圣驾 反倒是随便许多 二人艳明身份 穿过永泰门 猛一抬头 大为震撼 因为 有一个巨人 正低头 俯视着他们 那是一尊 正在雕刻之中的佛像 竟然比龙门的 卢舍那大幅还要大 就屹立在 明堂的后门 而那个位置 便是天堂 五兆下令 修建天堂 供奉佛像 还交代 其规模 要超过明堂 这可难坏了 有私官员了 明堂有三层 高达294尺 已经是庞然大物了 比这个规模 还大 那得多高啊 建多少层 暂且不论 这是一座佛堂 既然建筑高大 那其中的佛像 必然也得 大的惊人吧 如何能把一尊 巨型佛像 运进这座建筑之中呢 经大批能工巧匠 讨论研究 最终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 先造佛像 后筑佛堂 皇宫的工程 比不得龙门 毫无山事可一 也不可能 把比明堂还大的 整块石料 运到宫中 所以 这座佛像 采用脱胎 夹注之法 先用石材 木料 雕刻拼凑出 一座佛像 作为胎体 然后在外面裹上麻布 涂上漆料 瓦灰 等这一层晒干了 再裹第二层 如此反反复复 直至形成一个完整 并可以毅力的漆壳 然后 打碎胎体 紧留漆壳 精心雕琢 细致勾勒 最终 造成一尊完美的佛像 现在 胎体 已经基本完成 原本高大的明堂 竟然指到大佛胸部 树在明堂顶部的金凤 便似被他拢在怀里一般 而将来 加盖在他外边的天堂 又有多高呢 二人抬头仰望 心中隐隐有畏惧之感 虽说宝像庄严 慈眉善目 但是因为太高大 反而给人强烈的压抑感 无论深处皇宫南面的哪个角落 仿佛都被他监视着 神目如电 灵灵可畏 这尊大佛 向世间波散的 不仅仅是福泽 更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揣着是说不清崇敬 还是恐惧的心情 二人折耳向西 不多时便来到文昌阁 刚迈进天关的院子 又一阵错额 今天并非是朝会日 此刻又值正午 原以为不会有太多人 哪知进了院子 摩肩接踵 似乎恰逢全选受职 两人正在考虑 要不要过两个时辰再来 忽然间 正堂上走出一名红袍官员 隔着老远向他们挥手之意 哎呀 二位仁兄 来得正是时候啊 来者 名唤李元素 是先朝宰相李靖玄之地 他的才干虽然不及其凶 但是为官清廉为人正派 早年担任县令时 曾状告本周刺史盘剥民财 因此名造一时 垂拱年间已经位列要之 但是前几年告密盛行 也不知他拐弯墨角 卷进什么案子 被贬出了朝廷 故人相见 魏缘中又惊又喜 想不到你也回来了 还重批飞袍 微风不小吗 李元素非常的兴奋 快步挤过人群 哎呀 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回来的 蒙圣上之恩 官圣文昌左相 二位不必羡慕 这飞袍啊 也有你们的 快进来吧 说着便拉他们往堂上去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